在湖地区是苏州旅游的一大亮点 日前,吴中区聘请著名影视明星刘亦菲担任吴中区的旅游形象代言人 不过这个代言人并不好当 几天来,刘亦菲就一直在那里加班忙碌着 苏州新闻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我是刘亦菲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昨晚,一身休闲打扮的刘亦菲出现在了吴中开发区 参加一组群众文化生活镜头的拍摄 作为吴中区的旅游形象代言人 9月8号,刘亦菲便赶到了苏州 参加吴中区太湖山水宣传片的拍摄工作 几天来,她变换不同的角色 穿梭在东山、木独等太湖山水之间 有很多不同的服装和造型 有旗袍啊,然后还有彩茶的姑娘的妆啊 然后还有一些很有反差的欧式的一个造型 有很多的唯美的景色 然后也能够很好地表达苏州太湖这边非常漂亮的人文的景色 此次《太湖旅游形象》宣传片片长约8分钟 由曾拍摄神雕侠侣的著名导演于敏指导 宣传片以刘亦菲为主角 以故事的形式将散落在吴中的各大景点名声串联呈现 宣传片预计本月中下旬就可以与市民见面了 宿州新闻记者张书文报道